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小孩打了起来 结果被老爸拿出打了一把掌 可能是因为年纪还小 杰克并没有觉得多委屈 看到老爸收拾行李 因为他是不要自己了 盖妈认错道歉 最后一问才知道 老爸只是出差而已 因为在课堂上经常开小菜和搭带 被老师批评和罚载 也成了家常便饭的事情 虽然文化课学的不怎么样 但绘画却搞得有模有样 这抽象的印象 一看就是艺术大师该有的样子 有时候喊逃课 一个人来到街上瞎溜达 之后就叫老哥 弄个假冒家长签名的请假条 只是不早请假条被拉叔发现 结果又是一顿巴掌伺候 学校老师一致认为 杰克的学习 已经没有任何进步的空间 怀疑他是否智力不太正常 拉叔无奈之下 只好送他到一间技术学校 八九岁的孩子 遭到了离开父母一个人生活 其中的孤独和无助 可想而知 学校实行半军式化观点 老师都是特严厉 特暴障的那种 动不动就是体罚和辱骂 身心方面的崩溃也就算了 学习成绩更是一样一塌糊涂 事实证明 杰克也许真的不是读书的料 艺术方面的东西可能更适合他 老哥知道他喜欢画画 特意送了一盒画笔给他 但他心里却没有任何happy的感觉 版上来了个代课美术老师 米苏 有趣好玩的学习气氛 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和喜 但杰克却好像并不怎么融入 连最爱的画画也没心情再搞 这引起了米苏的注意 进一步了解之后 发现他可能有读写障碍的毛病 于是找上杰克的爸爸 向他们详细说明这个毛病的症状 并且认为杰克是一个很有揮画天赋的人 不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科学家和医生 但是懂得因材施加 发挥自身的特产 就一定可以在这一方面做出成绩 米苏决定提升 杰克对人事物的自信心 一脸列举了多过名人的例子 这些名人小时候的学习成绩也并不好 但是他们经过后天努力 成为了现在的名人 杰克最终被米苏打动 慢慢回复了自信心 靠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支支了一架小飞机 米苏早上校长 要了他将杰克交给自己 用不一样的教学方法来好好培养 最终杰克慢慢学会了正确读写 学习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为了挖掘所有小朋友的艺术特长 米苏特意举办了一次绘画大赛 还请了自己曾经的美术老师担任评委 全校师生全部出动 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杰克画了一幅自然风景的画像 而米苏则搞了一个杰克的自画像 感动的那是 当场一把鼻涕一把泪 最终杰克打败米苏 赢得了第一名 作品也被映成了学校刊物的覆遍 杰克慢慢变得更加开朗自信 全英雄米苏的悉心教导和鼓励 他才真正有勇气去面对这个世界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因为上月2007年 是由阿米尔汉 自导自演的一部温情教育片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都具有其他人不具备的闪光点 而家长就是这些闪光点的发掘者 以及孩子心理层面的培养者 希望所有小孩都能够释放自己的甜心 健康快乐的成长